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年所开始的一家台北的老饼店 这家老饼店很可惜 台湾并没有把它列入古迹里头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吃法国的马卡龙 然后很多喜欢法国料理的人 甚至跑到兰代学校 在巴黎的兰代学校 就是要学这个甜点马卡龙 买马卡龙的店 在台湾好几个不同的大饭店 不同的法式餐厅里头排得长长长长的 它真的那么好吃吗 是否漂洋过海 一些巴黎的味道 让你以为它是最独特的 结果我们在迪化街 找到了一个跟马卡龙 找得很像的台湾式的泡芙 这个泡芙呢 它长得跟马卡龙就完全一样 差别是什么 第一个 它上面比较软一点点 它不像日本的泡芙那么大 但是它非常小 大小就跟马卡龙差不多 第二个 它中间的cream 没有像法国式的马卡龙那么甜 而且顺我直言 它实在比马卡龙好吃非常多 这么多年来 它在台北的角落 逐逐渐渐的被所有的人都遗忘了 然后有一家广告公司 刚好在他们的隔壁 那些年轻人经过了这家老品店 想到说 哇 清朝光学二十一年 好像在他门口就要肃然起敬一样 于是就加入了 他们的重新包装的工作 给予他一个文创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 是微笑的马卡龙 穿过台北迪花街最热闹的路段 空气中溢散着干货与药材的干香味 一路往北行 两排低矮的远拱砖造楼房 一栋接一栋 声音渐渐安静下来 街角一栋防古建筑 飘出浓郁的油酥香 这香味从清光绪时代到现在 已经传演了一百一十九年 走进店里 陈列在架上的制饼工具 皆是年过半百的古董 斑驳的饼膜依然保留着魅力与韵 老东西很能直接触动新鲜 古老的烘焙器具之间 传统的中式汉饼倒很让人意外 文创设计 步步高签在书册里 打开一本古书时 就能细细品味糕点故事 而人气最夯的则是这一味 塑胶纸袋上 一个一个脸谱表情 微笑的 生气的 眯眼的 装点成可爱小甜点 你以为它是法国的马卡龙 其实是台湾百年老店里的雪花泡芙 上下层的高皮 蓬松扎实 内馅绵密细致 跟年轻人现在最风鸣的马卡龙比较 几乎是十分之一的价钱 重点是这小小的泡芙里 有传统手工的细腻与情感 一球一球的白色奶油 稍微筛上一点点盐 中和甜腻 让香浓的馅料中带有淡淡的咸味 放进240度高温烤箱 不削几分钟 酥软的饼皮已经在等着春凉 在涂上满满的cream 爆浆泡芙吃进嘴里入口计划 一般甲心油大概都是用一般的酥油 像我用的就是比较高档的那个化酵奶油 马卡龙它是属于酥软 我们是松软 我还是觉得说我自己的这个奶油小泡 比马卡龙还好吃 曾经风光半世纪的饼店全盛时期有13家店 但随着中式和饼逐渐在民生生活中退位 如今传统店铺只剩这一家 李家第四代兄弟从小就在锅炉边长大 照着百年祖传配方作饼 一直到现在第五代接手 年轻人的新思维冲击了旧文化 那个颜色有时候可能考的时间还是怎么样 就是好像颜色会稍微暗了一点 好像没那么可口那么漂亮 刚开始是有一点不能接受 因为彼此想法会有一点出入 会跟他生过闷气吗 有 当然会 常常 真的吗 那你有怎么办 没有 我们其实就看表情就知道 讲话该打住了 原本在珠宝公司上班的李家慧 因为看到副职辈辛苦了一辈子的心血 逐渐凋零 于是毅然决然把原本很有发展的工作辞了 回到家来 想把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传承下去 以前卖是奢侈品 跟客人聊聊就是都是几万几条的那种奢侈品 那回来有时候哇 好辛苦哦 几十块 卖一整天脚都酸了 真的 然后营业额就是几万块 我们是一笔就几万块 是一整天 那时候心里都觉得好挫折 然后才知道说 爸爸很辛苦 只是刚接下百年历史的担子 李家慧想把店里头的商品重新规划 只做精不做广 让人感受到温度 却让父亲一开始很不能接受 那个时候也是很挣扎 这个卖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把它弃掉那么多东西 对 弃掉那么多东西 那个盐盘啊 我们偷偷地把那些厂商的货都退掉 然后都说卖完了缺货 就不让爸爸放到台面上来卖 很神奇 熬不过女儿坚持 百年老店终于慢慢改头换面 李荣华看到女儿努力的成绩 学会慢慢放手 两代的磨合 是到现在都没有停 因为我们是老店 我们走了比人家慢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 走得比人家长 在这个讲求快速的时代 别家饼店用机器量产 李家人还是坚持纯凭手感制饼 藏在里面的深邃滋味 让人无限怀念 我们下期见